死亡是分裂家庭的杀手 同时也是团聚家庭的日子 因此 因为亲人的离去 我们懂得了生命的美好和脆弱 懂得了怀念 懂得了珍惜每一个日子 懂得了孝敬还健在的老人 每当我想起那年腊月的首领 我的心都为之一动 那雪地上长明灯的火光焰 在记忆的光影中 宛若一群金灿灿的鱼苗 充满激情的游着 成为岁月之河里的萤火城 很真实 很真实 我以前跟大家分享过很多 就是当年在上学的时候 因为还在上学还没有工作 所以没有消费能力 没有收入 没有购买的能力 以前在外婆外公 他们生病的时候 就没有出过离 但你会有自责吗 所以你看我后来在西安工作以后 以前我基本上只要有空 我一个月至少会回去老家回去两次 而且每次回去就后备箱拉满 因为你赶快买钱他也不要 你让他来城市生活 他也不习惯 他不愿意 他更习惯自己几十年的生活节奏 他是个农民 他要默默地去耕种自己的土地 收获微薄的粮食 甚至遇见了汉老在海海 这个赔本不挣钱 但他愿意 因为那是深刻在基因里的一种自觉 所以就实在没办法就给他们送吃的 送喝的 衣服他们也不讲究 你看他买多他也不穿 所以最后就给他疯狂买吃买喝 买吃买喝 很多人可能不太理解 本来观众的男人就恋家 然后呢 有一些经历的男人会更恋家 如果你本身也很恋家的 我跟你说观众的男人 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但是可能是也有缺点 大男子主义 充满病一堆